六四二十五周年日子即将到来 而全球第一个六四纪念馆也已经在香港开幕 为当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真相留下历史见证 开幕到现在至少有一半以上的访客是来自中国大陆 甚至还有许多大陆民众专程组团到香港参观 位于香港的六四纪念馆展出八九年以来民主运动的文物 包括民运相片、光碟、报章资料及书籍等等 访客透过迷宫的设计了解当年的真相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自六四纪念馆开幕半个月来 约有4000人参观 其中大陆游客约占一半 他说还有大陆组团来港参观的 有一个可以集了十个人一起特地来六四纪念馆参观 我想各式各样 类别来到的人都非常之一致就认为 这个六四纪念馆的设立是非常之有意义的 对于今年六四烛光悼念活动 蔡耀昌相信在中共当局加强对六四活动的监控和打压下 大陆人士来参加的人会越来越多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